我们刚才在下面的白宝哥就讲过 有一对蓝色的碗叫上翼 就是这种碗叫做法郎彩词 这是法郎彩词 那么法郎彩词是什么样的 其实法郎这个东西本身并不贵 而且曾经就是我们每个老百姓家里 都有法郎彩词 什么是法郎彩词 就是法郎英文叫enamu 比如说我们曾经家里头用过 那个糖瓷脸盆吧 糖瓷茶缸吧 这就是法郎彩的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在下面讲的锦泰来叫什么 同胎掐丝法郎 法郎和金属一联系就是一般的东西 和瓷器一联系好了 那就是上亿的价值连成的东西 因为康熙十几年 康熙皇帝由于喜欢法郎钟表 就是让大臣说颁布指一 说要做法郎彩词 但是康熙十几年的旨意 康熙五十几年最后兑现了 也就是这种法郎彩一开始烧不上去 烧到瓷器上去 老是吊彩要不断地改配方 改温度改一切 但是一年两年最后不行 康熙五十几年才实验出第一批法郎彩词 就是类似于这个黄垫的上面有大花瓣的蝉字花卉 是不是有油画的感觉 下面我们在中国馆看到那两只一对蓝的 对吧 这是蓝垫的 也就是康熙那时候的法郎彩词 一般都是大的色垫 上面有大花瓣的蝉字花卉 而且康熙特别喜欢 不在上面 就是浪次公写大清康熙年字 一般都是写的康熙玉字 或康熙年字四字难了 而且又做了一件革新 就是原来这些瓷器 清宫是有个制度叫都陶制度 就是派都陶的大臣都陶官 去景德诊监都烧遥 比如说著名的都陶官 有一个叫唐英 还有一个叫狼亭集 烧了著名的狼妖后 还有一位是年飞的哥哥 也是个都陶官知道吗 年飞 年飞的哥哥除了一位叫 珍稀大将军 年耕耀 还有一个是他的大哥 叫年稀耀 希望的稀 就是一个都陶官 但是当康熙五十几年 法郎彩词 烧至成功 康熙第一大喜 于是他命令 对于法郎彩词 景德诊 只负责提供素的白碗白碟 然后把这些东西送到紫禁城里面 紫禁城房子很多 开辟两个房 就是宫殿 测宫 作为烧遥的 专门就是做最后两步 一个是画法郎彩 一个是烧法郎彩 最后在皇宫里面完成 于是老百姓在1924年 溥仪虽然1911年 新台革命就失去地位 但是又被特许在宫里住到1924年 在1924年 就是皇帝被赶出紫禁城之前 老百姓不知道 有法郎彩词的存在 因为他一直是在紫禁城里面 完成的一种采质 明白这意思啊 好